刚才那个组在眼睛里面痛了 眼睛里面痛了 是天上剩下来一个棒 外星剩下来一个棒棒 找我 剩下来一个棒棒 正好剩下来在这个地方 找我 找我 痛住我 痛住我 现在 已经 已经更多的 核电厂 已经 已经被绊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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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统计下来 得到两个数据 一个还剩了13% 另外一种方法统计的话 是还剩了18% 也就是百分之十几了 也就是有的 搞得半脑子的也算进去的话 把半脑子的也算进去的话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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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地 这个就是半脑子的 还没清理 那个就寄出它了 就两个不一样的 如果半脑子 不管它的 还剩了百里十三 现在半脑子的核电厂怎么办呢 如果留下来 它们可能会继续走下去 继续做 继续整这个核电 继续整核电的话 下次再来起的话 它又得麻烦一次 问问我是半脑子的核电厂怎么办 我想半脑子的核电厂 就把它直接拿出来 算了 已经粘核物粘进去的 已经粘进去的 那么就按防核设施 这样来处理 还没有把核物粘进去的 用普通的方法把它挪掉 免得它们还垫去到后面继续干 不要让它们继续干 不要让它们继续干 让它们继续干 就干不起来 行了 那就是这样 就把那个半脑子的建设当中 半脑子的核电厂也拿走 如果把半脑子粘加进去算的话 还有百分之十八的 没一万 如果不算半脑子的话 还剩百分之十三 现在就是把那个半脑子的也拿掉 让它们也不要往里面再投钱了 最后放去 只剩了一个坑在那边 它们也不会再搞了 如果还留在一点的话 按照地球的想法的话 它会继续干下去的 会再投资的 就直接把它弄走 好 知道了 那是这么多了 再次